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月24日,NBA常规赛巅峰,一战今日到来,篮网被靠背,对上了热祸。 这场比赛对于篮网来说,显然没有任何输球的借口和理由。 他们必须赢,如果篮网再输,就将遭到三连败。不仅仅是输球,有可能遭遇到三连败,还有更大的危机出现。 如果说这场比赛篮网还输的话,他们的内部有可能出现内讧的情况。 毕竟本场凯文·杜兰特回归了,篮网已经是人员起整。 全阵容的篮网要是打不过残阵热祸,对球队的士气会有很大的冲击。 热祸队的核心巴特勒都没有随队出征。 比赛刚刚开始,篮网对本场进入首发的乔·哈里斯就手感爆棚。 他在短短50秒时间连中两个三分,第一个三分来自于哈登的助攻。 他直接收下后场篮板一条龙助攻哈里斯命中,第二个三分又是哈里斯的追身反击三分。 不过阿德巴约同样是强攻篮网内线打进,不得不承认篮网这个球队的内线还是太差了。 很快三巨头就完成了一系列配合。 小乔丹拿到前场篮板,帮助杜兰特再中一个三分,篮网开局9比2取得领先,迎来梦幻开场。 接下来欧文又是一次单打命中,开局11比2篮网把热祸给打爆了,看来上一场失败刺痛了这支球队。 而在赛前大放厥词的欧文也决定证明他的说法。 反倒是热祸开场之后,两次三分出手,全丢手感并不好。 第一截打了不到三分钟时间,现场已经进入暂停,篮网11比2取得领先。 不过,在暂停回来之后,热祸反而是找到了比赛感觉,哈克莱斯的三分终于命中了。 接下来阿德巴约到犯规上,罚球线两罚一中,杜兰特起码射箭又是一个抛头,邓肯罗宾俊的三分同样也给出回应。 双方打到9点13分,热祸开始追分,开局热祸队的手感不好,但是他们在逐渐找回状态。 可是哈里斯第一时间,又用一个三分给邓肯罗宾逊,做出了回应。 他已经连中了三个三分球,不过接下来他的一次突破,反而没有打中。 热祸这边,奥利尼克出手,第三次三分,还是投丢。 杜兰特反击,又造成犯规两罚全中,热祸也是一个三分给出回应。 篮网仍然保持领先,后续欧文又完成一次单打。 篮网23-12,仍然保持了巨大的优势。 三巨头现在两人有得分,杜兰特三中,二砍下七分。 哈里斯12分,欧文4分。 哈登目前还是0分三个主攻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。